他哥好帅啊对他来说 这种选择木马差不多应该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朋友们我们的跑路机啊 经过不屑如地终于做出来了 差一点就烂尾了 但是好在小伙伴们坚持不屑 克服困难最终还是做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赶紧去击手安装出来 看看花了这么多时间 经历做出来的最终效果怎么样 经过这么久的努力啊 我们的跑步机终于算是完工了 竣工了 给正式使用了 我们现在把鸡放进去试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多弄几只鸡进去 先弄个十来只吧 再抓几只鸡 你看这个鸡他不怕人 一下就抓到了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开店试一下 安排再次一举啊 现在就启动了 你看这个鸡 还挺配合的 这这这 你看这个鸡刚开始不适应啊 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还是跟着再走啊 待会就把数量控制一下 你看其他鸡都在正常走 他就不走啊 一直在反抗 你看他真的走啊 他头比较铁 头铁啊 我们这个做好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这只鸡驯服啊 他越不跑就要越让他跑 你看真的笑死了 笑死了 其实我们做这个的时候会想到就是这些鸡不走 然后会不会就是把它就是出现什么危险状况 比如说就是被卡住了那些就是我们专门用的这种比较软的板 就是他不走 他就底着不走也不会弄伤他 你看这都第三圈了 第三圈了他还在反抗 他就不走 其他鸡都好好的 你看这只鸡都已经适应了 就他还没有接受现状 你看就他 就这个 鸡子鸡越雨了 不想泡了 还不想运动了 以后就飞上来了 谢谢大家